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荣耀刚刚发布的90系列的旗舰款90 Pro 这次两大升级点 屏幕 影像 不关键点下 白思宾 马上开始 我左边这个官方名字叫星钻银 这个银色调的还挺特别的 我感觉往那种科技银里边又加了一点点粉色进去 而且整个这个定位也是明显针对女性像的 因为它下面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零格温处理 它是用各种大小不同的圆形小点还有菱形组合而成的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银色的处理 光打上去的时候有一点点粉色会映出来 这次的镜头模组同样是一个八字形 只不过现在给分开了 如果横向看的话 这单个镜头模组有点像Mate X3那个镜头的感觉 就是两边都做了一个斜坡的处理 中方方面这次全系都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它顶部和底部都做了一点点磨砂的处理 然后旁边又是光面的 然后顶部也专门做了扬声器的开孔 这个冰雨蓝就是五彩斑斓的蓝 光打上去的时候会映出来一些红色和黄色 这块玻璃是做了AZ工艺的处理的 然后这个羽毛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烈的 给大家一些特写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它这个纹理设计的 而且最关键的不是爱人指纹 我们这里还有一台 第三台 又是一台星钻银 这个就是全新一点点指纹都没有的 转到正面 这次的关键升级一 它的这块屏幕 它是一个1.5K的6.78的OLED屏幕 并且它是一个四曲面的设计 而且做的非常克制 两侧是传统的 然后过渡上做的也都比较精致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顶部和底部的曲面 只做了黑框的部分 给它弯过去了 然后底下也是 这样的话你在滑过顶部 尤其是滑过底部的时候 这个手感会特别好 而且它还不存在像两侧一样 这个边缘偏暗偏绿的这个问题 其实又给了你曲面屏的感觉 视觉上又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很值得点赞的 最关键 这次它首发了3840赫兹的超高频调光 这个应该叫超超超高频调光 官方名字叫零风险调光不眼屏 这块屏幕 我们数据库实测约90尼特亮度下 是3840赫兹的高频PWM调光 以上就是类DC了 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值得点赞 这么说大家可能感知不强 我们直接把频闪拍出来 这个是480赫兹的调光 这个是1440赫兹调光 这个是主流的1920赫兹的调光 其实都已经很高了 注意看这个就是3840赫兹的调光 如果对频闪敏感的小伙伴可以扣不扣眼 虽说PWM调光频率越高 边际效应就越明显了 但这次实打实的又给你翻了一倍 对于频闪敏感的小伙伴确实很友好 当然还是提醒你 调光只是视力保护的一个小点 更重要的还是要合理用眼 除此之外 屏幕本身的素质也不错 我们数据库实测手动最大亮度 约600尼特左右 全局激发亮度能够达到1200尼特 局部峰值亮度甚至可以达到1600尼特 给大家放一段HDR视频 给展示一下 这次全系的材料和堆叠上还有个很值得夸奖的点 就是它的重量控制 我们这台Pro是192克8.1毫米 出上手的感觉是没有8.1毫米的 因为它两侧都做了收弧的处理 最重要的就是它在电池上没有做任何的严格 依然是5000mAh的大电池 包括90那个要更勤更薄一些 双养生器也都有保留 这次关键升级二就是 它采用了一颗2亿像素的主镜 依然走超高像素的路线 还有一个3200万的长焦镜头 也都带OS的光学防抖 一起看一下视拍 首先这颗2亿像素的主摄 超高像素带来的最大优势 就是大底和多像素融合会让画质变得更好 注意看这组草坪上的公告 我们放大中间的文字 使用2亿像素拍摄的样张 解析力就要好不少 而普通的这张中间的小字 都已经糊在一起了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最直接的高像素解析力 2亿嘛 即使你二次构图 也能获得一张清晰度还不错的照片 工作室随手拍 你乍一看不咋地 装片环境很杂乱 但是你就可以选取花朵这一小块 效果也还行吧 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 不过超高像素也会有一些不足 老生常谈就是成像速度偏慢 快门稍微会有一些延迟 前期曝光的水印相框 也可以看出90pro这次主打写真人像 我你们肯定不爱看了 再次吃巨资三杯奶茶 找了我们运营小姐姐 记得回血点赞 先放几张带相框的随手拍 我们再看一下人像的虚化效果 都是默认模式下就直接出片 这两组照片 一二三 你更喜欢哪张 大家可以先自己评论弹幕一波 三二一 我们公布结果 小姐姐自己觉得 荣耀和iPhone的虚化要更好看一些 人物和背景的过度比较自然 C位默认她主观觉得这虚化有点过头 不过好在C位可以在相册里边 手动调整虚化效果 荣耀对于肤色的处理还是比较自然的 质感OK 相对iPhone小姐姐的肤色显得有些蜡黄了 在美颜效果上小姐姐觉得C位看起来 相对更加自然 皮肤的激励感保留的要多一些 荣耀的磨皮她觉得重了一点 同时提亮了面部的曝光 苹果嘛小姐说看了想打人 为了方便构图 荣耀这次还新增了2倍与2.5倍的人像 我们就简单体验了一下效果还OK 当然除了人像拍摄 大部分场景 荣耀的表现也都还不错 直接总结 白天荣耀的色彩调调风格 还是偏还原像一些的 没有浓厌的过头 但是整体画面还是比较陶眼球 在复杂光线的处理上 荣耀这次的高光压下来了 和微博基本在同一水准了 比欧破和iPhone表现要好不少 但极限光下 由于它的主摄是没有光线防抖的 容易出现糊片 这朵小花拍了几次都是糊的 长焦的解析力还OK 但是色彩一致性上就差点意思 总的来说两亿像素 对于懂创作和摄影的小伙伴来说 提升了照片后期的操作空间 新增的写真人像 对于辐色的处理和背景虚化 体验下来这效果也都还不错 当然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就比如说它暗光下的成片率不太理想 希望后期版本赶紧更新 性能配置方面直接打出来 要注意它盒子里面 Pro版是给你配了一个100瓦的充电头 不过它机器是90瓦的 一起来看一下水库 小龙8plus这个处理器老伙计了 纸面跑分数据库小程序都有 我们就不重复了 直接来看游戏实测 首先中低负载王者高清120 30分钟的游戏 90Pro平均帧率119.9帧 基本一条直线跑满 平均波动也仅有2.3 对于王者大家都没什么压力 要看一下功耗 90Pro仅有3.5瓦 是这几款8plus中最低的 而且注意看它的最高温度 也才到了38.5摄影度 荣耀在中低负载下来调教确实可以 OK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 重负载原神的数据库30分钟的跑图测试 90Pro平均58.1帧 游戏的帧率还是非常稳的 它的波动只有6.7 功耗5.5瓦最高温度也没过45 44.7摄影度 对比一下前面测的绿场 不仅帧率更高 功耗和温度还要更低 但是提醒你注意 在当前版本 游戏在视角滑动的时候会有跳针的感觉 对于帧率比较敏感的小伙伴是可以看出来的 而且游戏进行到15分钟左右 90Pro出现了降亮度的情况 此时数据库小伙伴手动将亮度拉满 它的最高也只能维持在210尼特左右 为此我们也特别咨询了荣耀的工程师们 他们表示这是当前版本温控策略的问题 但结合功耗和发热来看 亮度上面 我们主观觉得这亮度是不是可以放的更开一点 日常使用情况 还是数据库25摄影度的标准环境温 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71% 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 这家机器剩余27% 极限续航测试 90Pro坚持了7小时07分钟 表现确实不错 不过在当前测试的过程中和游戏环节一样 原神亮度即使手动也无法拉到350尼特 而且开启120赫兹之后 某宝和某东等应用滑动时 这刷机率都锁在了90 然后表示会持续优化 后面如果有明显改善版本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到 小白资源数据库小程序中 我们一再重申 大家以小程序为准 因为遇到大版本更新 我们会复测 难免会有变动 充电方面 90Pro实测10分钟冲入37% 30分钟冲入82% 前台140分钟 完全充满63分钟 速度还OK 但是这个版本绝留时间比较长 考虑软件综合调教的 数据库20款应用两轮打开测试 90Pro用时102秒 成绩喜人 非常接近100秒大关了 数据库排名也比较靠闲 测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什么杀后台的情况 不过三款游戏预加载了 目前大家基本都这么搞了 细节配置方面 指纹它是短焦的 这位置是比较靠下的 不过解锁速度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它是一个Z轴的震动马达 没有红外 请你注意 OK 简单总结一下 其实荣耀的数字系列 针对于其他家类比一下的话 就比如说Reno系列 还有Vivo的S系列 之前都是主打影像 然后颜值 但是荣耀这次我觉得改变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在电池方面 当然可能我是基友的原因 我是比较在乎续航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手感和重量方面 并没有做的比较过分 就比如说突破200克 屏幕方面有人可能觉得这3840赫兹 这边际效应有点重了 但是它这个四曲面的设计 建议大家线下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 尤其是你长期有时候刷信息流的话 底部这个曲面屏的手感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真得实际上手 而且在同类定位的机型中 好像只有荣耀现在在这么做 OK 如果满分10分的话 这台RA90 Pro 你给几分呢 欢迎大家评论弹幕一下 如果讲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可不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更多能够精彩 大家全网搜索观众台把视频就可以了 观众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